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来制作一道传统美食 猪肉白菜饺子 用到的原料有 猪肉馅 白菜 葱 姜 首先 白菜切丁 葱 切末 姜 切末 肉馅中 倒入姜末 酱油 用手搅拌均匀 加入盐 胡椒粉 糖 搅拌均匀 将香油 倒入 倒入肉馅儿中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将白菜丁倒入肉馅儿中搅拌均匀 面粉倒在案板上 加入水 搅拌均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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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揉成小面团 水沸腾后 将捏制成形的饺子倒入水中 用勺子轻轻搅拌 水沸腾后 第一次加入凉水 再沸腾后 第二次加入凉水 再沸腾后 关火捞出 今天我们这道美食猪肉白菜饺子完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